金牌魚一、艾葉一條根、強腰塞、散寒濕、解勞淚、萬寧毒賣 歡迎收聽《紳士國聽新聞》 我是Nini 6月26日 美國國務院發布《2023年度國際宗教自由報告》 報告持續露入第三方指證 中共活摘法輪功學員硬留心反器官的報告 與此同時 美國國務院也在2024年人口販運報告中 首度提到中共被指控系統性感、活摘犯人器官 美國國務院在回復大紀元記者的一封電子郵件中 呼籲中共允許外界對中國的器官移植系統 進行獨立和透明的調查 美國國務院在其最新年度《中共自由報告》中指出 民間社會組織持續對有關中共當國 強迫中共信仰組織成員特別是法輪功學員 和維吾爾族人作為器官公體的報道 表示憂慮 持續有非政府組織、中共團體 和媒體報道出遭受酷刑 拒絕醫療、拘留期間死亡 強迫失蹤以及在監獄中 因中共信仰而被當局攻擊 強襲個人器官的真實個案 法輪功是以宇宙最高特性 真善引為根本指導的佛家身心修煉功法 包括五套功法動作 去病健身效果神奇 1999年 中共因恐懼法輪功學員人數多過中共黨員 下令對其實施群體滅絕性迫害 包括活摘器官 美國國務院的這份最新年度中共自由報告 列舉紐約市律師協會所發表的一份報告 國務院的報告中表示 2023年3月 紐約市律師協會發布一份題為 人體器官供應、器官摘取實踐中的 倫理考慮和違規行為的報告 該報告發現 有充分證據表明 中國持續對良心反活摘器官 紐約市律師協會報告的一位作者 3月在《新聞倫理之聲》上 贊文表示在中國 有證據表明 因中國信仰和習俗而被監禁的人 法輪功和少數民族 維吾爾族人成為活摘器官的對象 目擊者證實 在沒有充分麻醉的情況下 從活人身上摘取器官 傳滿到營場摘取器官 為獲取器官而導致死亡的方法 摘取活著的犯人的眼睛 以及強兵活逃犯進入手術室 報告持續指出 2023年8月 歐洲良心自由協會 同羅馬尼亞獨立人權協會 聯合器官移籍倫理協會等12個非政府組織 向聯合國人權理事會提交一份書面聲明 呼籲聯合國秘書長 啟動對中國活摘器官的事實進行調查 該性民眾呼籲世界衛生組織 調查中國法輪功學員 遭活摘器官的情況 多名法輪功學員向明慧網反映 他們在被中共當局拘留期間被強迫體檢和驗血 今年6月 美國國務院首次在其 《年度人口返運》報告中 提到中共活摘犯人器官的指控 因外界關注 報告特別指出 中共當局被指控有系統統針對特定團體 實施強行活體摘取器官的犯罪 國務院在2024年人口反映報告的 特別關注話題中指出 特別是 中共政府被指控有系統統抹擇政治反的器官 例如 在2021年 一組聯合國人權專家辭出 在中國 負擇器官似乎針對的是被拘留的特定族裔 語言或宗教少數團體 通常在沒有逮捕理由 或出示逮捕令的情況下 他們被無故扣押 扣押地點也不固定 美國對報告中 因族裔 宗教或 信仰而受到歧視性對待的情況 深表關切 美國國會 及行政多局 中國委員會的幕僚長 律師圖志指出 查看今年 國務院關於人口販賣的報告 他們報告以器官集取為目的的人口販賣 以及即使沒有通過任何法律 也看到國務院在採取行動 響應國會制定的指示 這是非常積極的事情 律師認為 找出問題 並叫人們意識到 問題非常重要 在中部活摘器官的問題上 國務院的人口販賣報告 是一份很好的報告 今年6月 美國國院眾議院通過 《費良工保護法案》 2023年 國會眾議院還通過了 制止活摘器官法案 這兩篇法案目前 有待國會參議院表決通過 律師稱 有一篇發表在美國器官移植雜誌上的 非常引人注目的文章 僅僅通過查看 中國醫學文憲 就表明這些器官移植 並未遵循道德準則 僅存數量上就可以看得出來 律師所指的文章 也被美國國務院露入 當年的國際宗教自由報告 這篇文章指證 《中共殺人取器官》 這篇文章表示 在獲取器官過程中 摘除心臟 一定是公體死者的直接原因 換言之 中共醫生為摘取器官而殺人 律師還建議 美國對中共人員 參與活摘器官的行為 應該有制裁措施 包括對參與活摘器官的醫生 律師認為 美國已具備權力 並已著手對部分參與 迫害法輪功界人員 實施制裁 美國華府知名智庫 赫德酸研究所 宗教自由主任 莉娜·謝伊表示 除了將《中共活摘器官官員》 指控 6日報告 美國還可以實施制裁 進行抵制 並且從中國設置 前北京律師 5日報告 就中共活摘法輪功學員等良心犯器官的問題 在回復大紀元記者的電子郵件中 呼籲中共 允許外界對中國的器官移植系統 進行獨立和透明的調查 這位發言人指出 研究人員、活動家和組織持續收集資訊 這些資訊可能意味著 中共當局 從非自願捐獻者身上 摘取器官 包括良心犯、法輪功修煉者 和維吾爾族、穆斯林等少數群體成員 中共當局 應允許對該國的器官移植系統 進行獨立和透明的調查 並應歡迎獨立觀察員 調查這些報告的真實性 美國國務院還呼籲 中共政府停止對良心犯的卑鄙行為 並根據其人權 承諾採取行動 充分遵守所有相關的醫療 和道德標準和最佳做法 包括以患者的最佳利益 知情同意和尊重人格為出法點行事 以上節目內容 取材至大紀元記者李神採訪報導 本次的《紳士國聽新聞》就到此 請記得訂閱、點讚 本節目語版部分內容 已加入大紀元的Patreon 也請大家多多支持 喂喂,看完米酒住 記得按讚、訂閱和按鈴鐺 支持我們支持真相 待會 CG 喜歡我們的 significa 會訪欣的ING 對 Program